小吃也许一些年轻人已经叫不出它的名字 但却是很多老上海心心念念的经典小吃哦 说到谢壳黄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吴苑炳家 他们家的谢壳黄不仅得到了时刻的认可 更是上海唯一一个获得官方认可的金牌谢壳黄 谢壳黄它属于一个书邦典心 源自于苏州一带 在1936年的时候 这个吴苑炳家上市的时候 当时是有上海华气界几个演员 在石门一路 渭海渭路这里开设了第一家的吴苑炳家 那一家很小 大概只有五十几个平方 也许是因为受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影响 吴苑炳家的谢壳黄在上海滩逐渐有了名气 很多老上海人可是从小吃到大 还会带着自己的孙子过来吃 小时候跟大人来吃的 现在我自己也很大人 我从小就在石门一路 外海外路那边吃 因为吃了油呢 那种比多大人吃 还有更多大人吃 想要外层达到如此酥脆的口感 面皮的起酥尤为关键 在做谢壳黄的面团里 会加入同等比例的油酥 将油酥包裹在面团中 反复折叠擀三次 擀成薄片 卷起来就成小面剂 这一步行话叫大包酥 通过这样的制作以后呢 这个里面的酥尘 基本上有十几层 而下一步在小面剂里 包上各种馅料 被称作是小包酥 小包酥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饼 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品种 夏日笋丁线 平时店里是不做的 只有提前预定才能吃得到 如果你觉得葱油饼 有点油腻的话 不妨试试这个谢壳黄 尝起来更为干爽 像这样一盘子五十个 一次烤四盘 一天可以卖掉两千多个 足以见得谢壳黄 有多受欢迎了吧